它是一种被称为白老虎的眼部高发疾病 它也是全球排名首位的致盲性眼病 预计到2050年 中国成人患病人群将超过2.4亿 白老虎是如何一点点吃掉我们的势力 我们又该如何积极地应对呢 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 赶走白老虎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 齐达利金房克力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 中医股方治腺病防治感冒 就用齐达利金房克力 我是主持人易南 欢迎大家 那今天呢我们就聊一个被称为白老虎的高发性眼病 那么这种疾病呢如果不正确治疗的话呀 它最终都会导致失明的 那它同时呢也是全球排名首位的致盲性眼病 那我想问一下大家能猜到这是一种什么疾病吗 这个白老虎就是白内障 没错 我们今天呢就要说一下关于白内障的话题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一下就猜到的 因为我妈这个月刚查出来白内障 我们正在考虑做手术呢 我奶奶也得过白内障 她就已经做手术了 胖姐 所以我这个年龄周围的就像你说 很多就是哥哥姐姐们都有白内障了 王子你身边有吗 有 我们家好家伙 这老年人很早就得了 为此我还挺头疼 帅帅 我听说这个世界上最不用努力得到的 就是第一是白发 第二是皱纹 第三是体重 第四就是白内障 我觉得包括我自己 可能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一定跟我们现场的各位健康观众演员一样 身边呢都会有亲戚朋友 有这种白内障的困扰 对吧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一块来聊一下 我们怎么能够赶走这个白老虎 那赶快掌声请出今天的专家 那我们有请北京同仁医院 白内障中心的宋旭东主任 有请宋医生 你好宋医生 欢迎你 你好你好请坐 宋旭东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白内障中心主任 主任医师 擅长各种精状体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欢迎宋主任来到我们这场健康课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 这个白内障啊 被称为你们眼科的白老虎 那为什么会有白老虎这个称号呢 眼科的病上也很多 大家可能常见的知道眼睛的病的话 有近视啦 有睫毛炎 对吧 有长针炎啦 等等这些 但这些的话对视力没有妨碍 对 真正应到视力的话 那么首位的是白内障 因为它发病率太高了 我们现在中国的话 大约有一亿多人口 有白内障 那60岁以上的话 可能我们会占到 百分之六七十或者七八十啊 关键是这个病的话 你说不重的话 它说不疼不痒 慢慢视力下降 但是你说重的话 它都会影响视力呀 到一定程度就看不见了呀 所以这个是切实地影响到了 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身心健康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白内障这个疾病啊 它归根到底 它到底是我们这个眼睛里面的什么部位 或者是哪个结构发生了变化 才导致有这个疾病出现的 我们可以看一看眼睛这个模型啊 这是我们一个眼球 这是我们的眼球 我们可以把这眼球给打开 看看眼睛里面的结构 最前面一个这个叫脚模 是我们这个眼睛的这个镜头 最主要最主要的一个镜头 后边的话是个红膜 精状体是在这后边 是这么一个形状 大家看都是圆的啊 圆的一个球体 这两个都是我们眼睛当中的一个镜头 我们有了这个镜头 光线从这个瞳孔区进来之后 我们到了视网膜就可以成像了 因此眼睛的话最重要三个结构 第一个是脚模 第二个是精状体 第三个是视网膜 如果这三个结构出了问题了 我们这个视力就直接会受到影响了 我们现在今天主要说的 就是这个精状体 我发现这个精状体 它跟前面外面的那个脚模 不太一样的 是脚模是一个片的 精状体它是一个立体的 脚模那个镜头是固定的一个度数 就像我们定角的一样 那么这精状体它是一定的弹性 它是可以变焦的 可以变焦 可以变焦的 也就是说我们正常看东西 又能看远又能看近 这是不是要调焦 既有镜头的作用 同时它又有调焦的作用 所以我们这个镜头要出了问题了 怎么办 那肯定光线就通过不了这个镜头 来到视网膜来成像了 视网膜成像了之后 我们大脑才能意识到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样的物体 精状体正常的话 我们应该是非常透明的 就是光线通过这个透明的 这个精状体 就折射到视网膜了 我们就看得很清楚 但是如果是变得浑浊了之后的话 轻的是雾蒙蒙的 那严重的话 就像这个 这是一个白的镜片 所以我们为什么叫白老虎呢 是白色的嘛 白的镜也形成了之后 变成白色的了 那这光线它是不是就不能通过 这镜片 到了视网膜 就看不清楚 那肯定看不清楚 所以这个白内障的话 遮挡了我们外界的视线 您讲的很形象 精状体它本来就像一个水晶一样 非常透明 也非常好看 是的 它怎么就变成白色的了 然后阻挡我们的视线 让我们形成白内障了呢 是的 这个精状体正常是非常透明的 因为它是活体 我们活体的话 这个精状体的成分是蛋白质 透明的排列 非常有序的蛋白质 所以它就会透明 如果它排列没有序了 如果排列是变性了 或者断白质这个链是断裂了 生物这个链断裂了之后 它可能就会浑浊 到底是什么外因导致 它这个精状体里面的蛋白 会发生性质的改变呢 蛋白质的变性的话 确实有很多很多原因 下面我们准备几个手牌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第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年龄 刚才您一再说了 年龄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我们白内障的分类当中 老年性的白内障占到80% 所以我们说60岁以上的 老年人的话 可能会有50% 60% 80岁以上的100% 就会有白内障 就100% 就是说每个人都逃不掉 这个白内障是吗 基本逃不掉的 基本逃不掉的 就是我们器官 在我们这一生当中的话 随着年龄增加 逐渐逐渐地衰老 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那么蛋白质的变性也是一样 原来透明的 随着年龄增加变浑浊了 这也是不可逆的 这是第一个因素 这个年龄它是不可抗力 我们谁也不可能阻止自己的衰老 那除了这之外的话 还有其他的因素 第二个因素就是我们说的紫外线 这个紫外线跟我们的白内障发展 是息息相关的 小量紫外线 我们正常的这个角膜 我们的精装体都可以把紫外线的 百分之九十九点几都可以滤过掉 但是如果超过了 如果你接受太多了 精装体的话 就会接受着太多的紫外线 会导致蛋白质的变性 因此我们这个精装体的蛋白 就会变得混浊了 那像一些高原地带的这些朋友 紫外线比较强 会不会对它的这个势力 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它们那边发生率比我们高很多 真是这样 所以我们平常有机会的话 应该把紫外线给它遮挡一下 少进入到眼内 这第三个因素呢 就是代谢性疾病 糖尿病的话 也是我们老年人也非常高发的 现在年轻人也多了 我们的生活条件太好了 胖姐要注意了 糖尿病跟这个班长也有关系 怎么讲 我们这个眼球里边是个液体状态 你看这个地方是玻璃体 前面只有防水都是水 那血当成糖高了之后 这里面的糖也会高 它也会导致精装体 会形成一个高渗的一个状态 水就通过着精装体的 这个外边这个膜 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精装体里边 水进去多了之后 不行啊 我们正常是有一定的比例的 如果是任何一个成分多了 都会影响到整个精装体的 这种代谢 这种影响到精装体的结构 它的蛋白质就会环境改变了 它就会变得混浊了 所以说如果老年人 刚好也有糖尿病 然后又面临着白内障的威胁的话 这个时候血糖一定要控制好 血糖要控制好 老年得了糖尿病之后 不一定马上会有白内障 但是他白内障发病年龄会提前 一般可以提前五到十年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好 希望他白内障发病不提前 所以这是第三个因素 代谢性的疾病 那么除了之外的话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啊 比方说我们有一些不良用眼习惯 这个眼睛也是需要休息的 该休息的休息 该缓解的缓解 不单纯白内障 其他隐病都会少一些 那么还有一个因素是什么呢 是高度近视 高度近视 高度近视也容易得那个白内障 对这对我们国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呀 现在近视眼的话 对我们国家已经发展到国家战略了 对咱们几个近视眼 非常非常高 你看咱们现场的多少个 是啊是啊 你看我也戴这眼睛是吧 是吧 微近视 一两百度对吗 我也是两百度 无论多很少 对吧 八百多度 八百你这个高 我容易得白内障 对 所以度数越高 是一个发白内障的这个机会 发生越高越高 然后为什么说这个近视会 让我们的白内障容易发病 近视到眼睛程度之后 实际上也是对我们整个眼睛的 正常状况的一个改变 你改变了之后 我们这个里边的器官结果都会有变化 就等于说近视它本身就是一个 让我们的这个眼球里面的结构 发生一些 结构产生了改变了 改变或者病变 对吧 对对对 就更容易导致白内障 更容易导致白内障 但是高度近视引起的白内障 跟通常的老内障白内障又不太一样 您指的高度是多少度 高度一般600度以上的 近视度是高了之后 白内障发生率要高 比方说这种白内障 发生的一般都是核性白内障 白内障分几种类型 核性白内障可能导致 你这近视度可能进一步的加重 没事景璇 你也不用太担心 没事咱们现在有好多办法的 对不对 有办法 你看我们小姑娘 眉头紧皱了已经开始 没关系 但是不是说 每个人都高度近视 都会产生白内障 但是发病年龄 就刚才我说糖尿病 这个病也是一样 发病年龄 可能比正常人会提前一些 所以要注意保护用眼 这样才能尽量地控制 这个白内障发生在我的身上 要想90岁的话 还很健康 正常的生活 要保护好眼睛 好的 反正至少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诱因 那我们就稍微注意一点 而且这类的人群 包括刚才提到的 那个糖尿病的 就更要去关注一下 怎么去避免 对不对 还有一个因素是什么 那是外伤或者是眼症 为什么会伤了 就会影响 影响 正常的我们这对应来透明的 比如说这个脚膜 你说看到这黑眼球中 表面的那个膜 那是透明的 你只要伤了之后 它会形成斑痕 形成斑痕了之后 就不那么透明了 你还能透明吗 所以说这个炎症 它也是会对日后 我们的眼睛的 整体的健康度 有影响的对吗 我们前面这还有个结构 叫红膜 红膜 眼睛只要周围有炎症的话 都会导致什么这个红膜 红膜周围的话 会产生粘连 红膜是在经体的前面 这红膜产生了炎症之后 会粘在这个经状体上面 一旦粘上来之后 就会影响经状体 表面这个膜 我们说这个通透性 会产生改变 一些炎症的因子进去多了 就会导致经状体的混沌 说炎症也会导致白内障 这个真没想到 觉得这个炎症好了 它不就好了吗 其实真的是 还是要注意用眼卫生 因为它都会对我们眼睛 日后的功能 造成一定的影响 好 还有什么因素吗 其他一些眼病 只要是经状体周围的环境 产生改变了 它都会影响它的正常的代谢 正常的胜利功能的发挥 所以都会产生白内障 所以有了眼病之后 无论什么 当回事到院去 及时地地救治 这样的话 我们会减少我们白症的发生 我们了解了这些原因 我们适当地去克服它 就会让我们的生活 质量会提高很多 对吧 但是万一 我们知道的晚了 我们已经被这个白老虎 侵犯到我们的眼睛了 这个时候 我们的身体会发生哪些改变 有没有什么提示的症状 接下来就请宋医生 跟我们讲一讲 白内障出现了 你会出现什么症状 来 咱们到那边 好的 好的 好 那如果这个白老虎来了 来侵犯我们了 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哪些症状呢 刚才大家都说了 我们身边都有亲友 有个这个白内障的这个情况 大家说说 他们都是什么表现 有什么症状 胖姐 那个我朋友 就是他已经诊断出了 就是白内障 他呢开始不知道说 我们都说 出去玩去吧 今天天都好啊 他什么呀 这么大雾霾 你们也出去吗 那他还有一个现象 就是说穿针 引线 缝东西的时候 他找不着那针眼 但是这个主任 我还真不确定 他这个症状 到底是像我们 上岁数了 老花眼了呢 还是白内障呢 确实是白内障的 顶级症状 事物模糊 实际上还是视力下降了 就是没有原来看得那么清楚了 那么这是白内障的 最主要的症状 但是这个事物模糊的话 刚胖姐也说了 这老花眼也是事物模糊 这个事物模糊 跟老花眼有什么区别 那还不一样 老花眼是 看远是清楚的 没问题对吧 咱是看近不清楚 胖姐戴的眼镜 是老花眼镜对吧 对 你扎下眼镜 溜弯了 出去玩了 都没问题 但是你只要看书了 看手机了 就得把花眼镜的戴上 这是老花眼 但是如果这种事物模糊 是白杖引起的话 都不清楚 就无论远近 都不清楚 无论远和近 都不清楚 所以胖姐 您刚才不也说吗 就是你看她出去玩 她觉得有雾霾 有雾 然后近处穿针也不行 那这种的估计 就是白内障的问题了 就是看远和看近 都不清楚 都事物模糊 明白了 区别就在这儿 王子 我们家老人特别可爱 经常晚上溜弯 一溜弯的时候 一看着月亮 特别开心 然后老唱 月亮走我也走 后来回来跟我说 说最近感觉不对 之前跟着一个月亮走 现在俩 就是后来有重眼 对 俩月亮 刚才王子说的 这个叫复视 所以这也是 白内障的一个症状 对吧 对 也就是看东西 变成两个东西了 这个基础体 在瞳孔区域产生混浊了 它可能混浊了一部分 就把相当于 把我们这个瞳孔 分成两个瞳孔了一样 两个瞳孔 一边看一个 有时可能就叫做复视了 但如果全混了 就啥都看不见了 就是还能看你 说明还不是很严重 但是它已经影响到生活了 不能老跟着两个月亮走 哪天的话 没事就跟三个月亮走了 为什么呀 也就是我们这个 通孔区的这个混浊 它还没有长满 可能再长一部分 一部分的混浊 那整个通孔区的话 可能分成了几个通孔一样 那么看东西 可以变成两个 也变成多个 总之是看东西不清楚了 对 它不光是有时候看脸 它眼前还有一黑点 就是不知道是怎么 那也可以 黑点特别明显 也可以 有一个固定的黑点在哪 对 这个应该也是白领胀的症状 叫黑点 为什么会出现呢 那就是这个混浊的话 在通孔区 通孔正常透亮的 这通孔区上面 有一块混浊 那这个地方老挡着你 对吧 老挡着你 我们这叫眼前的 固定的黑点 就你无能往哪转 它就跟你上哪去 它跟那个非温症不一样 对 在这有非温症吗 非温症会动的 那个点 那个点会变 那个形状也会变 那透明度也会变 因为它在玻璃体里边 是飘动的这个混浊点 而精装体的话 是固定的这个地方 也是班长早期的一个表现 还有什么症状呢 立体视觉不好了 我们人的眼睛的话 是两个眼睛 那么两个眼睛的话 我们就会产生立体视觉 就像我们拍这个3D电影 要两个镜头拍 所以我们两个眼睛看的话 才能有立体感 如果一个眼睛有了班长 引起视力下降 只靠另外一个眼睛看 它也能看见 对吧 但是它找不着的瓶口了 找不着背口了 所以我们说有了班长之后 立体视觉会消失 会紧退 那么就会产生一定的危险 那还有的老人的话 就不敢下楼梯了 他不敢下 他判断不出来 才是高和低 那走着走着之后 就会踩空 走着走着就会绊脚 所以说我们说 有了班长之后 并不等于你 这个双眼视力都下降 需要做成数 那么一个眼睛不好了 你也应该早去去看 所以这白眼上有可能是一只眼睛发病 也有可能是两只同时发病 是吗 一般是双眼发病 但是可有早可有晚 那这也算是一个典型症状了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 趋光改变 趋光改变 就是肚子成了变化了 按道理我们承认之后 近视多少度基本就固定了 对吧 很少说我现在300度 明年我就变成400度 对 那一般的小孩有发展 近视度发展的话 随着您的发育慢慢发展 您一旦发育定型了 我们说到18岁了 基本上就定型了吧 肚子不再加深了 肚子从来又加深了 那肯定是有问题了 这也是白眼上的一个症状 有些症状上眼睛 老年人的话 可能原来是花眼 现在不花了 比方胖姐戴花镜 我说我现在看着好了呢 我现在这个没有问题 没事会好 我认真也可以 我这个开手机 我也能看清楚 但是我这个近视度数加深了 看远不行了 这也是肚子加深的一个表现 就老花眼的症状仅轻 但是看远的视力功能紧退 这也是白内障的一个症状 就等于说白内障的这个趋光改变 它是突然间的变化 是吧 也是慢慢的一个变化 也是慢慢的 突然的变化 就是今天和去年的变化 这样的 对对对 不会是今天和昨天的变化 所以它不太会让人引起重视 因为可能随着年龄增长 大家觉得 我的视力可能慢慢都会变得不好 但如果突然间变得好了 花眼没了 或者怎么着 这要重视了 对对对 但是在发展重了之后 是看见它也不清楚了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 也会突发性的眼痛和头痛 也会疼的 白内障的话 你要治疗不及时的话 白内障可以引起青光眼 因为有了白内障之后 静状体会慢慢慢慢地膨胀 水兴趣多了 慢慢地膨胀 膨胀的一个程度之后 就会把这个眼睛的一个 叫仿角的一个结构给堵塞 水流不出去 眼睛的压力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高到眼睛程度之后 眼睛疼痛 头也疼痛 恶心呕吐 我们说叫青光眼发作了 非常痛苦 头也疼 所以有的时候 它会去看神经内科学 有时恶心呕吐 以为是胃肠道的问题 但是不是 青光眼的话 就会引起这个症状 中眼睛高了之后 会导致后边的眼睛的 视神经的会损伤 那是神经损伤的话 是不可逆的 损伤到一定程度之后 这视力就会消失 明白了 白内障的这些典型的症状 我们现在都了解了 白内障应该到了成熟期 再做手术吗 白内障手术后 一定会变成近视或者远视吗 口服药和眼药水 可以治疗白内障吗 不要走开 下节更精彩 职场健康课 各有鲁南智药企大力 金凡克力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鲁南智药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一说起这个看病 很多人 尤其是老年人 他有点害怕 尤其是看眼睛 对吧 网络上 关于他的治疗和手术的 传言也是最多的 那到底这些传言 是对是错呢 接下来就进入到 传言变变变 有请传言验证官 小路 传言变变变 你说 我来验 各位好 我是陆伦一 今天的第一条传言呢 跟做白内障手术的 一个时间节点相关 怎么回事 来看看 我这眼 感觉比之前 看东西 又模糊了点 我估计 你这个白内障品 之前又严重了 这上次做检查 还是半年之前 当时我都劝你做手术 你就是不听 做什么手术 回老头又不开车 平时就买个菜 下个旗 溜个弯什么 能看你就行了 毕竟是眼睛的手术 说吓人的 越晚做越好 你这硬挺着 这多难受啊 这眼睛可不是小事 你这看不清路 这走路磕磕绊绊的 你忘了 你这个上个月下楼梯的时候 你脚还踩空了 人家医生说 你做个手术 都不用住院 你这胆子不是挺大的吗 你怎么怕做手术呢 你动什么 大家都说 白日上就应该等着成熟期 再做手术 成熟了 里边的壳硬了 更好做 这大虾是谁啊 这比医生还懂啊 你这眼睛再拖 你这瞎子怎么办呀 别逗逗了 我写多段小心点就行了 真是听我的 赶紧回家做饭 这条传言呢 说的是白内障手术 要到了这个成熟期 才应该去做啊 这个说法对吗 听听大家怎么看 胖姐 我觉得这个传言是对的 我也想把我们的顾虑 和一些新生 借此表露一下 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眼睛 刚才主人说了 就是蛋白质和水 那对我们来看就是 它就是一个水泡 太娇贵了 那您说要是动刀子啊 对吧 别碰它还是别碰它是吧 对 你说医生长扎破了 我这水泡一破 你就把我这个 看世界这窗就给关上了 不好修了 对 所以我就想能忍先忍忍 往能瞇正看呢 能有俩人大概齐看 应该大概齐就大概齐 先凑合着用 对 还有一个呢 我还是也是愿意 让它长老点 长老点 它是一片 您好接 主人可能您会喷我 但是我不瞒您说 我们还都是这样 就这么想的 你看 胖姐这心操的 这么想的人还是挺多的 是吧 那咱们要不要喷它呢 主人 如果在30年之前 胖姐说的是对的 好 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呀 说是错的 那就喷它一下 所以你看它都没说成熟 胖姐一直在说长老一点 对 长老的这个熟 熟和不熟 跟你理解的熟和不熟是两回事 跟嫩和老也是两回事 不是买菜 也不是这一片 这个嫩的时候 这一片就轻轻的薄薄的 老了之后就变厚厚硬硬的 也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概念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把白银杖的话 精装体用四个气球 给大家也表示 最左边的这个 健康的 看到透亮的了 对不对 什么都没有 干干净净 我们通过气球 相当于通过我们这个精装体 看外界非常清亮 清晰 那有了白银杖之后 相当这个样子 相当这个样子 能看到 这个通孔区还是清亮的 但是边上开始有些浑浊了 是 影响我的视线 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通孔小的时候 是不影响视力 因为中线还是清亮 但是我们在警察眼睛的时候 会把通孔给放大 放大之后 你就看到边上了 也看边上 有白银杖了 这叫早期白银杖 早期 这发病还比较早 叫初发期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 大家看什么 变白了 基本全盖上 变白了 变白了 这个时候 就叫承受期了 那到这个时候 基本上都浑了吧 通过这个的话 白白的 你能看到外面了吗 蛋白质一变性了 就变得全白了 全浑了 那到这个阶段的话 是不是已经看不太清 外面的东西了 白蒙蒙的 可能就看到几个指头 在这晃 看影子 看影子 就知道来了个人 这人谁你不知道 就晃晃的 影响生活了 视力很差 视力表 我估计一个都看不到 那到那个呢 那最后一个 是不是都失明了 到这个颜色了 大家看这个颜色都变了 对 它有什么油白 变成这种黄褐色的 都长过了 熟透了 熟透了之后 就是这个蛋白质的 原来是变得白的混浊了 有些蛋白质的 就变得液化了 但中间的壳 是越来越硬 越来越混 混了之后 盒的颜色会越来越深 我们叫做过手期 长过了 长过了相当什么 相当那个行公室一样 行公室长过了之后 就开始发腻了 开始皱缩了 有些里边的水 可能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 这经测体可能在那 晃一晃晃一晃 没什么掉进去了 就掉在眼圈里头去了 就要过手了 所以我们把它分成 四个阶段 叫出发期 未成熟期 成熟期和过手期 你看这边 还有几个图片 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都是痛苦算大的 正常痛苦没有这么大 是 算痛了 正常痛苦就中间是小的 散大了之后 相当于这个边上有 那边上有的 重了之后的话 就相当于这个 这个边上重了 这是初期 这是叫还没有成熟 还没到这么成熟 那这个叫成熟了 成熟了 再看是不是全混了 全部都混了吧 就相当于这个气球 对 到这个 你看这颜色特别像了吧 特别像了 那这个颜色什么 是里边那几双铁的核 核就已经非常非常硬了 所以到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完全看不见东西了 这两个阶段都看不到了 都已经看不到了 从这个阶段都看不到了 所以这个 但到这个阶段的话还能治吗 我好紧张 我都在阶段 就说这个阶段 这还能治吗 能不能治 肯定是晚了 长过头了 我刚才说 那个西红柿长在 那藤子上面的话 可能会掉下去 对吧 那这时候 经常体涨的过程度 也会掉下去 所以我很担心 还能重见光明吗 到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 就近来不要到这个阶段 到这都很危险了 到这就更危险了 就很危险了 不光是胖姐 有这种想法 就是说这个白内障 她得熟到一定的程度在做 我怎么也听到过 这种声音呢 好像我小时候 是听家长说的 还是怎么着 你先别做 你先别做 什么再等等 熟透了 熟透了好处 再过过再说 能别做 再先拖一拖 对 真的听过这种说法 有那个时候 做手术 跟现在手术方式不一样 听说过 针波的手术 好像有说 好像听过了吧 就最早的话 我在这个工作之前 我工作30多年了 工作之前的话 那个时候最早 我们是中医 有针波的一个手术 纯手工 用针扎到眼睛里面去 然后把那皮 给它剥离掉 扎到眼睛里头去 把这个晶体 给它压下去 压下去 离开瞳孔 拼着就毛股松了 能明白了吗 不 它在这针 床上也很小 通过一个小孔 进去一个针 然后把晶体 压到后边去 离开瞳孔 瞳孔去 这不就透亮了吗 对吧 但是没有摘出来 还在里头 还在里头 就治标没治本 压到眼睛里头去 还在里头 给它换个地方 换个地方给压下去 那它再回来呢 再给它压进去 你说的真对了 哪个又敲门了 我又回来了 它又回来了 又飘上了 飘上了又给你挡住 又看不见了 我再按回去 刚刚您说的那个 在一些中医的书籍上 叫做金针波障 对 对 主持人说的对 那叫金针波障 但是40年至亲的话 已经开始淘汰了 因为它慢慢会起来 会重新挡住通口 是 我们有更好的办法 对 感到后来就引进什么呢 叫我们叫白银杖的 囊内摘出 就是要把这个混着的白银杖 整个要摘出掉 大家看这个图 那这个图 这个白银杖 这是三大一通孔 这个金针体 很大的一个晶体 你要把它拿出来之后 是不是做的线口 要做的 线口也小 基本上从这到这 要开一半 转圆形 这个圆周的 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圆周 要你才能把里边 这个晶体整个拿出来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切口做得太大了 是不是 切口大是不是很危险 是 比如说这么大一个口 里边东西 是不是容易脱出来 是 那说白银杖出来之后 眼睛里边 我们家后边的玻璃体 也容易脱出来 说那个时候 手势质量也不高 也不高 这就是胖姐刚担心的 万一给我捅坏了 怎么办 没做好 对 但是那个时候 没有办法 我们的手势技术也不行 也没有显微镜 等着熟了再做 因为没有人工晶体 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阶段 得熟了才能做 做完了效果有没有那么好 你再配个大眼镜 这个眼镜的话 是1100度的远时镜 谁乐意啊 都不乐意吧 对不对 所以都不愿意做 万不得已就不做 对 就胖姐生说 那熟了才做呗 能对付就对付下去 对付一下吧 是吧 明白了 刚才到20年之前的话 就开始有人工晶体了 有人工晶体之后呢 我们这个手术 就不用做这么大的切口了 就是这个精装体 里边有一个体质 盒是硬的 就是我们那个 长老了长老了长硬了 是指胸体的盒硬了 盒呢是占这个一小部分 那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盒 给它捞出来 因此那时候我们切口 就做得小一点 小一点 小了三分之一 小不少呢 小一不少呢 大约六七毫米就可以了 像这到这 这十个毫米 一个毫米就把里边盒 给它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 把晶体再放在原来那个位置 我们是叫囊外的手术 这是在二十年之前的话 咱们国家在做的手术 你看这么一听 就是刚刚我们那个传言 包括胖姐 民间都担心的 也是跟整个这个手术的发展历史 和过去的一些受限 对 有关系 留成了一些刻板印象 对 我们现在做什么手术呢 大家能知道吧 叫超声乳化手术 就用超声波做手术 我们叫微创手术 做两个洞 然后切口就两到三个毫米 很小啊 我们进去之后 进去一个超声波 进去把它粉碎了 通过这孔吸出来 其实来人工晶体呢 在折叠了 再通过这孔再推进去 是个软的晶体 啪一展开 就撑在了原来这个位置了 超声乳化的这样的一种 白晶脏手术 以及人工晶体的植入的过程 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们通过一个动画短片 跟大家看一看 手术前 先要对需要手术的眼睛 点表面麻醉剂 共三次 然后使用开剪器 撑开眼剪 手术刀再透明角膜 做主切口和侧切口 进入主切口 注入黏痰剂 用镊子在晶状体前囊上 做一个环形口 直径为5.5毫米 从主切口处 伸入一个笔尖大小的 超声乳化探头 通过超声波 将晶状体和皮质击碎 呈乳米状 再借助灌注抽吸系统 将乳米状物质吸出 同时保持前方稳定 原来的晶状体切除后 仅留有一个囊带 这时医生会放一枚新的人工晶状体 到这个囊带内 折叠的人工晶状体 会自己缓慢打开 医生把它的位置调正 确认人工晶状体成功植入后 将残余的黏痰剂吸除干净 并用水密封切口 切口无需缝合 便可以结束手术 床上小了吧 跟原来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吧 但是用超声波在粉碎的时候 这种硬核粉碎的话 就非常费劲 那核软了 我们粉上就小 手恢复就快 因此我们的手术阶段 是哪个阶段呢 是在这个 就是未成熟期 在这个阶段来做手术 也就是它有了混浊 混浊了 影响我们视力了 我们做手术 如果特别早了也不用 如果是出发期 像我们这个图上 所演示的这个图 边上混浊了 但中间是透亮的 不影响视力 我们不需要做手术 等到什么时候呢 等到我们影响视力了 等到这个阶段 你看 也混浊了 但还没熟 但是通口区中间 影响到视力了 我们这个时候做手术 就非常好 核也不硬 对吧 等到这个时候成熟期了 或者过熟期了 这个核是不是 颜色很深 就很硬了 那你超成的时候 就会比较费劲 反应再恢复得也慢 效果也会变差 那刚才你也说了 这个切口非常小 两毫米 还这么小一小切口 怎么把这个人工晶体 装进去呢 那个晶体应该 也不小呢 是个什么形状 对啊 是圆的嘛 这个就是人工晶体 这是放大了很多倍 它带俩挂钩是吗 边上我们叫精神体的盘 有两个东西支撑在里头 这个挂在哪 不然的话 你整个都是这么大的话 就太大了 太大了 你通过小切口 直不进去 我们就是晶体设计的 中间这个东西 这个镜片是用力看东西的 够你瞳孔用的就行了 这是六个毫米 一折起来 不就三个毫米了吗 对不对 到了眼睛里头去呢 自然这个就粘开了 粘开了 就撑在了 就撑在了这里边 在晶体里面 就像是这个状态 在眼睛里头上 就这个状态 就特别像我们那个 人造卫星那个太阳板一样 展开 到了太空中 啪就展开了 回到刚才的传言 说这个白内障的手术呢 一定要等了成熟期再去做 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尤其对于我们今天 刚刚讲的这种手术方法 应该是在它的 未成熟期的时候 在最佳的时间节点 就去做这个手术 对 医学进步了 我们知识要更新一下了 那么接下来呢 这条传言呢 就跟刚刚我们说到 这个人工晶体相关 是什么呢 来看看 我怎么看不清了 点这儿 点这儿 走我去啊 不好意思 走错了 这眼睛啊 越来越不行了 下礼拜 我一定约个时间 把我这白内障手术 就得做了去 手术啊 你可得解释一下 咱们前楼的老牛 知道吧 做完手术 就跟没做过一样 现在还看不清呢 你这可是四十年前的老黄历了 科学进步了 现在做手术特别好 听说把那精体植入眼睛以后 连眼睛的花眼 近视 远视 都解决了 有这么什么 那老牛 做完了精体植入手术以后 结果呢 到现在呢 一直也没战眼镜 我告诉你 他是啊 手机刷多了 这不可能 这条传言呢 说的是 在这个白内障手术 做完之后呢 一定会变成近视 或者远视 这个说法对吗 听听大家怎么看 真的吗 马国宁 不对 因为我自己的姥姥 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就做了白内障的手术 当时做的时候 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之后的二十多年 眼睛特别好 他到九十多岁的时候 还能自己做针线呢 然后当年就有很多人说 做了手术之后 就可能近视 可能远视 但是我妈坚持了 我们当时就选的是 当年市场上 最好的那个晶体 先不轮到我妈 也要做手术了吗 并成着孝顺的家风 我也决定给我妈 选个最贵的 耐用好几十年呢 真孝顺 不是这样啊 你听说的是什么呢 我听我朋友说 有后边他这个有出现这个近视远视的情况 到底是这个手术的事呢 还是晶体贵贱的事呢 反正不管怎么说 这个国宁他老公 那个手术效果确实不错 对 对吧 他反对这个传言的说法 要不要喷它呢 宋医生 需要喷 需要 需要喷 需要喷 刘帅师傅也得喷一下 对吧 刘帅说的还是有应道理 有应道理 小喷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放的晶体是相当于一个镜片 这镜片是有一定的度数的 这个度数的话 跟我们自然的晶体不一样 自然晶体的 我们说这个晶体呢 既有度数 又可以产生调节能力 但是这个 一旦变成这种晶体之后呢 我们就不能调节了 就是固定的度数了 所以看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晶体 明白 实际上这个手术之后的效果 是不是会发生视力的改变 或者说会不会变得更好 跟你选的这个晶体的种类是有关系的 是的 需要那个人工的东西再好 需要没有自然的好 我们自然的晶体的话 就相当于一个无机并被一样 你无论看到什么位置 都是自然的调节 自动的调节 但人工的晶体做不到 因为它是一个物理的一个镜片 那么这个镜片是多少度就是多少度了 它设计的焦点在什么位置 它就是什么位置 它是没法来自动来调整的 因此的话如果你放单焦的晶体 就只能选择一个焦点 那你选这个焦点是看远 那就看远清楚 选择这个焦点看近 就看近清楚 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些道具 跟大家演示说一下 下面有请王医生来给大家 演示一下这个焦点形成的原理 有请王医生 来请王医生上来 好 那我想给大家讲一下 作为眼球的一部分 我们晶状体是如何行使它的功能的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简单的一个三线灯 来理解这个问题 晶体的位置呢 主要是在这个眼球的中央靠前的一个部分 我们想要让我们的视线 能准确地达到我们的视网膜上 我们就需要晶体 然后把这个光线聚集起来 那么怎么聚集呢 我们就晶体会行使一个 类似凸透镜的一个原理 我们把这个凸透镜放在这里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光线就可以准确地聚集在我们的视网膜上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清楚 就能看清了 对 近处的一个距离的一个物体 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物体呢 往远了移动了 我们晶状体如果不改变它的形状 它就会把光线呈现在我们视网膜之前 在这儿了 在视网膜之前呢 我们这个物象肯定就是不清楚的 但是呢我们的晶体呢是可以变焦的 通过我们眼部自身的调节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晶体从厚变成一个薄的状态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让用一个薄的一个透镜来代替它 自适应 对 它自己就能 自转调节 你看这个焦点就往后来了 对 它就到位了 又准确地打到我们的视网膜上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象就变得非常的清楚 太可学了 在做完了白云胀手术之后 又是什么样子呢 现在目前市面上普遍使用的是单焦点的人工晶体 它是没有办法 变焦的 变焦的 对 所以说呢我们就假设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植入之后的一个人工晶体 我们保证看远处的时候 还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物象 可以看见这个光线还是准确地打到视网膜上 但是呢 如果我们看近处的距离的时候呢 我们的物象通过我们的不能调焦的单焦点人工晶体 会打到视网膜的后方去 就等于说有可能做完了这个白内障手术以后 你远处的看清了 近处的看不清了 对 那是不是也有另一种可能 就是近处的看清了 远处又看不清了 对 这就相当于我们植入的这个晶体 它只有一个焦点嘛 单焦点的 对 过去我们听说说人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精密运转的仪器 这下通过这个咱就确实能体现到了 我们原装的还是最匹配我们生活 最科学的 当然走到这一步 我们用人工晶体来代替 已经是改善我们生活质量最好的 最优解了 对 好 谢谢 谢谢王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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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点聚焦的这种 也不太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 就说白了 我们想还有没有高配 对啊 咱们既然都换了嘛 咱们别换那个飞体近视或者远视 咱直接换一高配的 就直接能自动调焦的 有没有这样的晶体 你看 精状体有很多很多种 说到这儿了 你看 大家能看到我们这个表上的吗 大家也看了 这是我们导演总结的 不是吧 这么多种吗 人工精状体 你看材质设计方式功能 天哪 可以说是一个宇宙 这要这么复杂吗 宋医生 我们也会从这个非常复杂的这个分裂当中 选择我们认为是最主要的 智障最好的 能够满足我们所有人需要的一些类型的 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这个不是给咱们看的 这是让医生了解的 你要这么着的话 这太可怕了 要病人看的话就无从来选择了 不行了 我看着都晕了 你要真闲的没事 也研究研究也可以 不必 但是肯定不会得出一个 我就选这么一个确解答 对 还得是医生 这样前面大家能看到 前面我们列的这个表 就这些类型 这个设计来讲 它有球面和非球面的 但是球面的晶体 现在已经都淘汰掉了 那是球面 就单焦点的都是非球面的了 那从功能上来分的话 那你就要知道是 单焦点的 多焦点的 还有没有散光的 就可以了 实际上是对我们病人 或者病人的家属来讲 选择晶体是很简单 跟医生说 我需要我眼睛做啥 比方主持人 那起码看远的事要好 不要看到台下 我得看清楚留帅吃美吃韭菜 对 要看得清楚对吧 看近的话得看清楚 我这拿了节目单 我这下一个我要说啥 要干什么 就远来近的要求 所以我们这得 弄个多焦点的 对 要看远看近 要清楚 那有的老人说 我不要那么复杂 我现在也不看书 也不看报道 我能处理过班 我遛遛狗 对不对 我姐姐小孙子 就完事了 那就是看远 单焦点就可以了 另外的话 多焦点的话 是分双焦和三焦点的 有远了和近了 看清楚的 这叫双焦点 如果远了 中了和近 都看清楚 叫三焦点 那怎么叫中距离呢 中距离就是60公分 到80公分之的距离 也就是说 现在很多人的话 需要看电脑 台式电脑 台式电脑 要看的那个距离 或者说有些老人 要绘画画画 或者写书法的话 基本上是60公分 到80公分 那这个距离是中距离 如果你也需要 这个中距离的 视力的时候 需要可以选择 三焦点的晶体 你像平时 我们做饭 还有去超市 购物 那货架 大概都是中距离的 这个范围 对对对 但是一般来讲 有一个两个焦点 远和近就够了 从功能的角度来分 好 另外一点的话 还从什么 从眼睛的结构来分 就看看你眼睛 有没有远视 有没有近视 有没有散光 我也想从我做手术 我以后不想戴了眼镜 戴一辈子 我想去掉了 高度近视 高度远视 散光 这都可以解决 所以把你的需求 说清楚 让医生来帮你选择 你说我想用多焦点的 那医生就知道了 你想看远和看近 你都想看 对不对 你说我不需要 我想便宜一点的 我现在就想 医保能够报销 我不想再额外的付出 那你就单焦点的 就没问题 基本上医保就报销了 多焦点的要贵一些 多焦点的要贵一些 多焦点的要贵 我们是根据功能来分 就是你每增加功能的话 就晶体的材料稍贵一些 因为它设计不一样 工艺也不一样 确实 单焦大概多少钱 单焦现在是不到2000块钱 1000来块钱 那确实还不错 1000来块钱 我们医保的话 是报1800块钱 北京的医保 不同地方不一样 多焦呢 多焦点比它贵一倍 贵一倍 比它贵一倍的价钱 散光的话 又能增加1000块钱左右 能不能多焦和散光 同时质量 这是很科学 很科学 可能可以 不用 可能可以 那是要加两个晶体吗 这是可以自由配合的 单焦点的也可以带散光 多焦点也可以带散光 这有点现在 我们在这种定制消费的那种感觉 对对 是吧 这个真的 但是也不是说 你打算怎么选哪项服 我先用原装的 目前还可以 换一个吧 换一个吧 把你那个近视去掉 我再等一会 也记住一点 不是所有的近视 远视或者所有的散光 都能够矫正的 我们比方讲的散光的 这又特别规则的 你才能矫正 还有在近视或远视 你不是都能矫正的 有些还有特殊的问题 病人要充分理解着手术 因为任何的手术 是有风险的 对吧 不是无风险的 虽然风险很低 但它也是有风险的 是的 所以说这个多焦的 你想咱现在自己原装的这个 它在变焦看远看近的时候 没有不适感 没有反应 这种它会有那种变焦的过程 对 多焦晶体 会虚一下是吗 大家看着晶体 这晶体 现在你看着晶体的话 能看出两个晶体有什么区别吗 这个有螺旋纹 对 有一个个环 这个没事吧 这个是没有 单焦点晶体 就是整个度数都是一样的 所以上面没有这个环 有了这个环之后 就是多焦晶体 但是多焦晶体 为什么就是有环呢 对 那我会看到这些环吗 你看这厚度都是一样 差不多吧 厚度都差不多 形状也差不多多 只是这个上面这个 上面多了好多的环 这是什么呢 是通过光学的原理 通过这环来制造了另外一个焦点 而不是我们正常的晶体 我们可以什么 可以自由地有弹性 自由的调节是不一样的 那有了这个环之后 会增加一个副作用 副作用是什么呢 会晕吗 晚上开车的时候 可能是环光会厉害 会多一些 另外一点的话 因为这个多焦晶体呢 跟我们正常的晶体是不一样的 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但是90%的人适应起来 没问题 但是有其个病了 1%啊 2%的病人 他永远适应不了 那能换吗 就得换了 就得换了 还得再做手术 但是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做第二次手术 是 因为正常的晶体是放在这里头 是他才实时放在这 但下回你再把它取出来之后 因为它有粘连啊 有固定啊 你再取出来之后 你还能放在原来那个位置吗 那可不一定 所以第一次手术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第一次手术要 一定要选一个最合适的 但是这个是否适应 也得是安定去之后 咱自己才知道 有些警察 也可以通过书记来判断 那他还判断 比较详细的 叫眼球的是光学检查 看看你这个来判断 你能不能适合这个 如果你真不适合 你非要放 那肯定不行 是 肯定不行 这就得听医生的了 是 医生看你最适合哪个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对 就像我们说 这多角晶体一样 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的 总有是个别的 它适应不了 但是单胶点晶体的话 所有人都没有问题 这样的 都没有问题 这肯定得万无一失的 是多 单胶晶体 单胶的可折叠的 肥球面晶体 这是我们的主流产品 就是大家在 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时候 我们就可以选这个 现在质量也非常好 现在材料都没问题 但是这个材料 也在不断改行当中 将来质量会越来越好 还有新的材料在研制 明白了 你看刚才咱俩都说 咱直接换一个不到位的 是不是 不是那么回事了 不是越贵的 就是越对越适合你 对 而且对于这个 白内障的患者来说 他本来是看不清的 他一下能看清了 对他来说 他哪怕带个远视镜 或者带个近视镜 这个太微不足道了 所以可能相对来说 更多的人去选择 这个单胶的是原因的 一般的话要是 眼睛是正常的老人 我们就选择看远好 因为他习惯了戴花镜 近视的病人 如果选单胶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留一些近视 所以还是要看 他原来的习惯 给大家看一下 刚刚那个宋医生拿的 都是这个 放大的模型 对 真正的就是这个小管里的 这个人造晶体是这么大 它是个真的人工晶体吗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颜色的 就是这么大的 就这么大的 像个瓜子那么大吧 瓜子人儿那么大 它在那个中间的这个 中间这个光 我们叫光学部 光学部直径的话 是六个毫米 六毫米 加上这边的话 加一块的话 大约是十一个毫米 好神奇 它能让我们重见光明 是 那主任我想问问 那要是手术后 视力能恢复到多少 这很关心的问题 那做完了视力 恢复到什么程度呢 那得看你原来眼睛的基础 比方说你原来也有高度近视 你做完了之后 你能绞承到1.5吗 那是不信实 对吧 你六七百度的近视还好 如果七八百度 八九百度的 你即便是戴眼镜 没有白眼障的程度 你很难绞承到1.0以上 对吧 所以我们说 术后视力的问题 我们一般的把白眼障 手术做好 能绞承到你没有白眼障 直前的那个状态 个别的也会更好一些 最满意的话 那就是那些高度近视的病人 因为他曾经度是很高 你不单把他近视给他去除了 也把白眼障给他去除了 那有的时候 甚至把他散光也去除了 那矫症的效果 远远比他原来状况要好 所以这些病人 可能会感觉到 非常非常的兴奋 非常的高兴 所以手术之后的效果 还是因人而异的 对 好 谢谢苏医生的分享 那么刚刚立个传言 说做完了白眼障手术 一定就会不是近视 就是远视这个说法 这个传言显然是错误的 随着科技的进步 我们现在人工晶体的选择 有很多 无论您是近视远视 还是散光 都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纠正 当然还有其中最终的一点 再次提醒您 不是越贵的就是越好的 还一定要选择 最适合您的 才是最好的 那么接下来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看下一条传言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这条传言 是关于口服一些药物 还有眼药水 能够治疗我们的白内障吗 我们来看看 儿子你帮马找一下 这个治疗白内障的特效药 看看效果打药 我真服了 怎么了哥 去我妈 一直让我帮她找着一个 治疗白内障的药 这不刚才又给我发信息来了 怎么没让阿姨做过手术呢 现在手术技术也挺成熟的 听说十几分钟就好了 我也知道做手术比较好 但是老年人嘛 都知道有这个风险 它比较保守嘛 我是上网搜这个药的时候 还出现了很多这个 其他的这个特效药 治疗白内障的 你看这个 这个有口服的也有低的 说的什么治疗分子渗透 可以形成保护膜 什么层层渗透 达到根源治疗 说的好像还有点道理 是吧 你这个 这也太神了 这个 看着说这些药都有其效 真的口服药跟眼药水 可以治疗白内障吗 好 口服药物和地点眼药水 就能治疗白内障吗 听大家怎么看 王子 我觉得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家老人就白内障 挺严重的 那时候还发愁 因为岁数大了 就觉得能不能有一种保守治疗 对 就不去给眼睛做手术 挺可怕的嘛 然后我就试图上网去查 查看看有没有这种神药吧 一查果不其然有好多 而且还真有这种商家说 一瓶就见笑 然后我这么一看 反而我觉得他这么自信 我就不自信了 我就开始产生怀疑了 我觉得 反正是我一个美好的愿望 我倒是希望以后 或者是现在 有这样的药 能够做一个保守的治疗 治好白内障 对 如果这样真行的话 我觉得宋医生 应该也很开心 这样他也不用每天 做那么多手术了 对 不过医生都失业了 对 宋医生 咱先说王子 要不要喷他 他觉得这个事可以 但最后还是没买药 对吧 没买 没买药 说明咱们还是不相信药能治 但是咱们有一个美好的愿望 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喷 王子说的是对 这个不喷是存在愿望阶段 这个事是不喷的 对 他要是那个药也买了 他也相信现在就可以 那就得喷到 那一瓶药能治好吗 甚至一瓶药治不好 这肯定不科学 这种情况 对对对 一个药物能不能治病 不能看单个的病例 说某某某用什么药治好了 某某某用治好了 这远远是不够的 我们药物的话 有没有效果 都要做临床的实验 一期临床 二期临床 三期临床 然后有通科学的方法 要有一个百分比 你要多少多少能治好 治好到什么程度 都是有标准的 不是从单个病例来选择的 那目前我们临床的实验 没有发现任何药物 能够治肺脏 但是有没有药物 肯定是有 那么这些药物 是有什么作用呢 基本上都是营养的成分 营养 只是在治疗的 某一个环节上有用 但是不能说 来阻止病的发展 白痰的产生是多因素的 所以你光控制一个因素 还不足以 让这个病能够治好 那么现在 有没有其他办法呢 实际上有 比如说我给大家 送一个礼物 那么这个确实 能够对白痰防治 有好处 这什么礼物啊 你看大家都鼓掌了 一说送礼物 这也要鼓掌 这是啥东西呢 所以墨行吧 说不给你了 刘少爷戴上吧 这个一个小眼镜 一个小眼镜 也就是说我们白痰 目前确切的因素 跟白痰有关的是什么呢 是紫外线 紫外线 对 紫外线 是对白痰的发生 发展或者是发展的程度 有密切相关 那么戴个眼镜 难不难 不难 我们如果是光线 比较好的时候 光线比较强的时候 我们戴上一个墨镜 把这过多的 这个紫外线 给它滤过掉 对白痰的产生 对白痰的发展 继续有意志作用 尤其是现在 很多退休的叔叔阿姨 喜欢去旅游 尤其去到一些 阳光比较充足的 到海拔地区啊 海边啊 海边 还是要配一个墨镜 是的 对 刚刚说的是光线 还有什么是日常生活中 会影响我们 白内障的因素呢 对 我们要注意些什么 我们这些致病的因素 都是需要注意的 那岁了大之后 我们可以口服一些 抗氧化剂 对不对 比如维生素 维生素E 维生素C 一些牛黄酸的质剂 叶黄素 都非常好啊 都可以抗氧化 适当补充一下 适当补充这些 那么糖尿病的病人 把血糖控制好 对 还有不良的因素 习惯 不要听点老丁的屏幕看 太疲劳了 那高度近视的话 眼睛也是一样 要注意防护好 要注意警察眼底 还有些外伤炎症 避免外伤炎症 即使到院去救治 那么其他的病也是一样 有了病的话 即使到院救治 只要喝里的治疗 喝里的用药 一般就没问题 好 谢谢宋医生 其实通过今天的节目 我就发现了 实际上这个白内障 你也不用过分地去担心 它就像我们头上的白发一样 它是一个随着年龄增长的 这样必然的 这么一个情况会发生 但是一旦出现了白内障 你也不能不重视它 还是要及早治疗 但是也不要太过分地去 担心去纠结这件事情 因为毕竟我们的医学 在不断地进步 我们的手术技术 也是在不断提高的 是的 刚刚我们把白内障 比作白老虎 那么我们也别忘了 我们的医生就是打虎英雄 打虎高手 打虎英雄 所以您有这样的困扰的话 您有这样的疾病的话 一定要去寻求医院和医生的帮助 积极地配合好医生 一定会尽早地把这个白老虎给赶跑 赶走 没错 好 再次感谢宋医生 也感谢王医生 给我们做的精彩的讲解 谢谢大家 职场健康课 祝您健康 我们下周见 下周见 下周见 下周见